要为电子装置挑选正确的备用电源,合适的额定功率是非常重要的关键。 但你是否曾经对各种不同量测单位,像是瓦特、福安或是功率因素而感到疑惑? 首先,电子装置的电流,通常是用瓦特及福安来表示。 这些数值代表了设备运作所需的电量。 而瓦特跟福安又各自有着不同的含义。 瓦特是取自试电的实际功率,又被称为时工,是实际让设备得以运作所需的电力。 而福安是从供电端汲取的试载功率,但同时包含了虚工。 虚工是以虚工福安测量,实际上在系统中并没有被使用。 电器的瓦特和福安额定值有可能不同。 而这是由各种因素造成的,例如负载类型不同,或几乎所有电子设备都会用到的电源供应转换效率不同。 另一方面,功率因素是衡量输入电力在电子设备内的转换效率。 更进一步说明,在交流电路中,功率因素是以瓦特、W为单位的时工,予以福安、BA为单位的是在功率的比率。 这个比率介于0到1之间。 举例,当功率因素等于0.70,电子系统消耗70%的时工,其余的30%则未需工。 换句话说,当功率因素越接近1,系统效率则越高。 一般来说,不断电系统UPS可作为试电和设备之间的桥梁。 当停电时,UPS可为连接的设备提供备用电源。 如先前所提,由于不同设备会有不同类型的负载和转换效率,我们可以透过不同福安和瓦特的UPS来满足这些需求。 这些资讯会列在UPS规格中的输出栏位内。 这些额定功率代表UPS可以承受的最大负载。 为了确保所有概念都清楚,让我们一起看以下案例。 以输出功率为1000伏安且功率因素等于0.7的UPS,其输出功率会等于多少瓦特。 我们可以用功率因素公式来计算。 时功等于功率因素乘上是在功率。 结果为700瓦特。 这表示UPS可支援的最大负载为700瓦特和1000伏安。 最后,如同我们在这支影片里学到的,了解负载的时功及试载功率,可以帮助我们正确估算UPS的容量。 CyberPower全方位的UPS产品线,提供多种额定功率等级,守护您的宝贵资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